王一博神秘传闻 曾骑真老虎 汪涵眼中的追风者 王一博骑老虎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说法 尽管河南曾是老虎聚集区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合理 但在充满想象力的娱乐圈中 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洛阳人分享的视频中 也有人表示 王一博可能只是和一只道具老虎 或特效老虎互动了一番 但是 那种敢于挑战 敢于冒险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 最近这几天 王一博似乎是在跟他的粉丝玩得很high 他去珠海开赛车 粉丝们却猛了 原来他早就提前预告了 结果粉丝们却没能get到 没办法 王一博一直都有一种闷骚的表达方式 而他的粉丝则一直都是很直爽的 如果不明白了就装作没看见 然后又继续支持他 他开着粉色赛车 笑得合不拢嘴 一直在和粉丝们互动 这样的氛围相当和谐 粉丝们直接就给他送上各种表情包 虽然粉丝们有些后知后觉 但王一博的朋友们却一直都很好的宠着他 在时尚巴沙年度派对上 汪涵提到了王一博 在追风者中对他的照顾 这不仅展现了汪涵对王一博的关心 也展现了王一博在业内的好人缘 汪涵的话让人感受到了 他对王一博像家人一样的关爱 这种温馨的氛围 让人想起了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真是感慨万分 汪涵曾说 王一博是冷的 大老师是暖的 他们就是自己的冷暖人生 至于追风者 这部剧无疑是2024年的一匹黑马 不仅在爱奇艺上热度爆棚 还在电视和网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魏若来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角色标志着他演艺事业的一个高峰 他的表演充满了个性和魅力 让人过目不忘 如果他真的骑着一只老虎出现在派对上 那场面会是怎样的呢 或许汪涵会惊讶地问 一博 你从哪里搞来的大猫 而王一博可能会无辜地回答 韩哥 这是我的新宠物 当然 这只是一个玩笑 但不得不说追风者的魅力 在于它能够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让人们在追剧的同时 也享受到了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剧中的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 而王一博的表现更是耀眼夺目 这部剧的成功也离不开幕后团队的心情付出 从导演到编剧 从演员到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为了这部剧的成功而努力 他们的付出值得我们每个人的尊重和感谢 至于王一博小时候拍照时是否真的骑着老虎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是 韩哥提到王一博时的那番话 让人感动不已 这份关心胜过千言万语 不仅是兄弟 更是亲人之间的关怀 王一博的粉丝们 希望下次能更积极一些 不要再后知后觉了 我们不能总是开玩笑 否则我们就会成为粉丝圈中的笑柄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